MakerVue 確認蘇晴退出caller 蘇晴說過去的日子確實不容易 MakerVue 今天發聲明確認caller成員蘇晴退隊 表示尊重她退隊的意願還會作出適當的配合 隨後蘇晴也在IG上穿了一張白色相配簽字文 宣佈退團 內容提到男友阿Mo 去年在MIRROR演唱會的意外影響 令她至今未能完全適應幕前的工作 中強調過去的日子確實不容易 她指對接下樓的日子未有明確的想法 不過會尊重自己的身心 調整自己的狀態 在下午3點 經理人Wing和其餘7位成員舉行記者會 Wing表示塑情所有作品已經完成 未來只會出餘下7人的作品 Caller也會繼續以7人姿態工作 不會考慮加入新成員 隊長搞就希望大家給些空間酬情好好祝福她 往後的日子Caller會繼續走下去 楊明年初出獄後首現身 不介意面對有色硬頸 楊明2020年捲入罪嫁事件 被控不小心駕駛等罪名 最終去年尾被判入獄18天 今日她出席新劇宣傳 亦是她年初出獄後首次出席公開活動 穿著皮褲牛仔褲戴了太陽眼鏡的楊明 在活動上表示 昨天4個月重新出發 今次事件令她成長和反省了很多 她說不介意別人用有色眼鏡看她 她說這件事對她來說是一個教訓 楊明表示已經將曾經坐牢一試放下 會向前看 而且已經戒走 但有時出席宴會的時候都會淺上一兩杯 自動手表示 109人 10人 1人 2人 2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